中国有句古话 人之患在于不读史 美国官员在台湾问题上 真的应该好好地认真地补一补课了 我想借这个机会呢 也跟大家多说一说 关于 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的 有关的情况 希望我们的记者朋友 特别是美国记者朋友呢 能够比较完整的全面的报道一下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这是一个中国原则的核心内容 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 和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 1971年10月 第26届联大通过第2758号决议 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利 承认他的政府的代表为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 并立即把蒋介石的代表 从他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的一切机构中 所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 包括美国在内 世界上已经有180一个国家 基于这样的一个中国 一个中国原则 同中方建立了外交关系 历史上台湾问题曾经是影响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最大的障碍 因为中方坚定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绝不在这个问题上做任何的妥协和让步 1971年 美方向中方声明 愿在台湾问题上奉行新的原则 也就是 美方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美方今后不会有任何台湾地位未定的言论 美方过去没有 今后也不会支持任何台独运动 尼克松总统在1972年访华期间 向周恩来总理确认了上述原则 这才诞生了上海公报 美方在1972年发表的上海公报中明确地表示 美国认识到 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 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 美方的上述承诺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 美方在1978年建交公报中明确表示 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美方在1982年发表的817公报中明确表示 美利坚合众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 合法政府并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美国政府无意侵犯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无意干涉中国的内政也无意执行两个中国或者一中一台政策 正是基于上述三个联合公报 中美关系在过去40多年里总体实现了稳定的发展 然而近年来美方说一套做一套 不断的歪曲串改虚化掏空一个中国原则 企图越红线搞突破 不择手段打台湾牌 偷梁换柱 炮制与台湾关系法对台六项保证 并且将其作为美方一个中国政策的前提后缀 删除美国务院网站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等关键表述 明目张胆地提升美台关系 变本加厉地推进对台军售 为台独分裂活动撑腰打气 对于美国政府三号人物串台企图 美国政府本应该严加约束 但却放任纵容 这才是当前台海局势紧张的根本原因和事实真相 台湾问题的历史经纬明明白白 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和现状清清楚楚 国际社会对此也是看得非常的清楚 连日来很多国家的领导人 各界人士都纷纷发声反对佩洛西串访台湾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刚刚表示 联合国将继续坚持2758号决议 即一个中国政策 这说明公道自在人心 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 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一以贯之 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 是14亿多中国人民的坚定意志 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和神圣职责 民意不可为 大势不可逆 任何国家 任何势力 任何人都不要错顾 中国政府和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实现国家统一和民族复兴的坚强决心 坚定意志和强大能力 感谢观看